午餐時間我們看到阿基斯又罵人了 其實呢我們在新聞當中常常看到 我們大家是多麼的浪費食材啊 很多都被糟蹋掉了 這樣真的是太浪費 那麼阿基斯昨天呢 去擔任一個料理比賽的評審長的時候 喝了人家煮的這個魚湯 然後想說奇怪都不鮮啊 你把魚骨頭拿來這樣熬的話 應該就好多了 啊結果沒有魚骨頭 他說魚骨頭了 竟然已經丟到了廚餘桶面 他氣得不得了 翻出來洗一洗 要學生再下去煮成魚湯 除了一方面呢 可以提升湯的美味啊 這個鮮度之外呢 其實他也要提醒學生 不要再浪費食材了 洗乾淨 然後用一鍋的清水煮煮看 你們四個人喝 也留一碗給我喝 有事我跟著你們一起煮吃 阿基斯砍不下去 再度因為食材遭到浪費 而破口大罵 甚至親自下廚 已經擔任新北市東海高中 餐飲系廚師工人兩年的阿基斯 看到已經考取廚師執照的學生 居然還將七星鱸魚骨頭 丟到廚餘桶 卻做了一碗沒料又無味的洋蔥湯 學生如此抱天天物 阿基斯形容 當場氣到血壓飆高 脾氣都上來了 時間也來不及 就太緊張 就沒有好好用到食材 當下就是覺得犯了很大的錯誤 所以 阿基斯講的話 我們就 阿基斯要明記在心 下次不要再犯 阿基斯說自己是 尷尬也上了寶貴的一刻 以後不敢再浪費食材了 總聯繫為李文斌 閻庭新北市採訪報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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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